大家好,我是黑哥,今天老妈出去办点事,黑哥一个人在咬院,老妈虽然不在,但是他给黑哥下了个任务,让我给老爸煮上一锅茶叶蛋,别看老妈平时老刺挂老爸,但是老妈还是特别的关心老爸的饮食健康,现在黑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香茶叶蛋的主要配料,黑哥已经把这五种香料装到盘里了,现在黑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拍扁的草果,这个草果我已经把它拍扁了, 还有两片桂皮,三个八角,八片香叶,一把小茴香,这五种香料煮出来的茶叶蛋就叫五香茶叶蛋,茶叶蛋,茶叶蛋,茶叶才是关键,现在黑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煮茶叶蛋的茶叶,煮茶叶蛋的茶叶,黑哥用的是我们本地的大叶茶,我们这碗红豆安的这碗人特别爱喝这种大叶茶,零分爱喝也不少,这个我已经撑到碗里了,这一碗是五十个,也就是一两茶叶 黑哥现在喝的这个茶,就是我们本地的大叶茶,冬天喝这个大叶茶的比较多,但是黑哥夏天也爱喝这个,这种茶可以在火上熬着喝,越熬越浓,能把人喝醉了,黑哥喝完这杯茶,就开始做茶叶蛋了 喜欢黑哥的视频,可以在屏幕右下角帮黑哥点个关注,顺便再帮黑哥点个赞,黑哥在这里,谢谢大家了,话不多说,我先把鸡蛋煮一下 鸡蛋凉水下锅 今天买了五斤鸡蛋 煮上它个四斤,留上一斤吃就可以 鸡蛋全部放入锅中了,现在在锅里,加上一勺盐 加盐可以避免鸡蛋在煮的过程中破裂 现在开火 盖上盖子,让它大火煮开 锅已经开了,现在先开锅盖,转成中小火 让鸡蛋再煮上七八分钟 鸡蛋已经煮了七八分钟了 现在我把鸡蛋捞到凉水盆里,冷却一下 这样加上盐这个鸡蛋,它撑死,它煮完了它就开点链 它不会煮到把里面的那个鸡蛋液那些流氧出来 而且这个火也不能太大 火太大的话,真的鸡蛋特别容易煮破 好了,鸡蛋已经全部捞出来了,让它在凉水里冷却一下 鸡蛋已经煮好了,让它凉上一会 现在我熬上一下煮茶叶蛋的料水 准备一个大锅 锅里加半锅的清水 锅中加两勺老抽,上碎 再来让五勺生抽提鲜 好了,五勺生抽 再加入八十克的咸盐 这个汤比较多,我多加点盐 再将五种香料全部倒入锅中 最后倒入茶叶 现在盖上盖子,让它先大火煮开 好了,汤汁已经熬开了 嗯,这香味已经出来了 我现在把它转成中火 让这个汤汁再固度上五分钟 这几种香料的味就全部融入到这个汤汁中 再加上几粒冰糖 这样口感更好 好了,盖上盖子 让它再固度上五分钟 料汁已经熬上了 现在我把这煮好的鸡蛋敲打敲打 磕住点这个裂纹 这样更加利于着色入味 课程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个鸡蛋黑格估计能用到底 其实这个道理特别简单 一边是发力端,一边是瘦力端 肯定是发力的这个结实一点 其实黑格也解释不清楚 但是事实确实就是这样的 拿我们临风化来说 这个鸡蛋就是个孽头 鸡蛋全部可好了 还剩一颗就最硬的 我把它在桌子上可一下 最后一个鸡蛋也归对了 好了,现在我看看料汁熬开了没有 汤汁已经熬了五分钟了 现在香味已经特别的浓了 刚才放这个冰糖 它能更好地把各种香料的味道融合到一起 这个汤实在是不能喝 要能喝的话,黑格也咬上一碗喝了汤 现在鸡蛋就可以下锅了 好了,鸡蛋全部下锅中了 再次盖上盖子 让它中火再孤度上十分钟 茶叶蛋又孤度了十分钟了 香味真浓 你看这茶 颜色是越熬越深 现在我就关火 让这个鸡蛋在锅里自然冷却 至少吧,它得浸泡上三四个小时 那样吃的时候口味才好 盖上盖子,让它慢慢凉吧 茶叶蛋在锅里已经浸泡了三个小时了 我先扒一个尝尝味道 这茶叶色已经浸到这个鸡蛋上了 现在我尝尝口感怎么样 嗯,现在是咸味不够重 可能是鸡毛的时间短 现在已经吃出来这种茶叶的香味了 特别的好吃 煮出来了,管辣味清味重了 黑格先吃上几个 一会儿我把剩下的鸡蛋全部泡到那个锅里 让它在闷上一晚上 明天早上吃 味道绝对好 煮的鸡蛋它是味比较淡 吃起来口感不好 要是油煎鸡蛋呢 又是油太大 这个五香茶叶蛋吃起来是特别的可口 各种香料的味道全部融入到这个鸡蛋里 老生孩子都是特别的喜欢吃 这个简单易学的五香茶叶蛋 大家赶紧做起来吧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